黃士傑黃委員 曹淫季俱樂 李玉玲李委員 陳焦華陳委員 還有哪一位委員沒有介紹 越南越委員有介紹的 有介紹的 都有都有介紹到 OK好 那我們本會的我們那個 金主任秘書 我們現場也有來了好幾位 關心這個議題的 我們在地的這個司議員 我們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陳萬德成議員 徐奇萬徐議員 這是什麼 梁壽超是嗎 梁維超 對不起 梁維超也沒到 蘇翠玲蘇議員 沒有 還有嗎 還有嗎 有陳萬德 等一下邊可以拍一張 有嗎 一位剪製委剪議員 不好意思 謝謝 沒有簽名 好 然後 我們這個現場還有 大家關注 特別關注的我們這個 環團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人士 這個我們的 領銜人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的 召集的我們潘中正潘老師 潘老師 還有他的 呃 陳志明先生 然後 我們桃園海岸生態保護保育協會理事長 我們葉思貴 葉理事長 臺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專職律師 蔡雅瑩 蔡律師 這就是蔡律師 我們介紹這個 與會的官員 今天我們到現場 等一下也要 也會進行相關報告的這個 相關這個 政府機關 我們環保署張子敬 張署長 我們的這個蔡宏德 蔡副署長 我們經濟部 曾文森 曾次長 能源局的 郵政委 郵局長 呃 中游的李順青 李總經理 台電的 蔡秉立 蔡總經理 台電的 陳建毅 陳副總經理 呃 陳建毅 你有來嗎 呃 我們海洋委員會的 海洋保育署的 黃向文 黃署長 我們營建署 喔 營建署 喔 營建署也有派代表 陳紀明 陳副署長 農委會的代表是 林務局的 夏龍生 夏處長 那 中央研究院的 陳國勤 喔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主任 好 然後 我們地方 桃園市政府 喔 今天有派了我們一位代表出席 是 呃 我們桃園市環保局的 呂里德 呂局長 是嗎 謝謝 喔 謝謝 喔 今天的議程安排是這樣子 喔 呃 我們就是 總計有 前面兩個小時 喔 我們就是做意見的這個交流 那 我們又請相關的這個部會 喔 呃 進行簡報 分別是從 經濟部 喔 環保署 海洋保育署 營建署 中央研究院 然後接著我們也會請這個 我們 環團的這個 潘老師 喔 等 喔 呃 蔡律師等 相關的這個 人士 喔 也來做一些 跟這個 我們的政府單位做 面對面 這個意見交流 欸 老師 你們要不要做這邊一點 啊 什麼呢 啊 也有簡報 喔 好 老師 你們要不要往 往這邊做 這樣比較 比較 這樣 面對面比較清楚 這邊 請 請 這邊做好嗎 喔 你們也是 我們的 我們的主角 喔 這邊還有指個位置 哦 這邊還有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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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數比較多一點 我要介紹一下逃生路線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的那個左右兩側 我們會有那個逃生路線跟蠻 那我們有一個 在主席的左手邊的部分會有那個化妝室 男女的化妝室跟茶水間 那接下來有幾個安全頂頂 也就是說進入我們的部分 必須要在我們指定範圍活動 那這個環境是禁煙的 然後如果說要進去公區必須要有事先申請 所以在座有一些媒體朋友 跟我們的各相關部會的助理跟長官們 貴賓如果說有需要進入 等一下要參訪公區的話請事先申請 如果今天沒有申請的話 就請等一下抽空到櫃台提出申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的一個 考察行程就是一個小時的簡報 一個小時的座談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專車接送 有派大巴跟中巴 接送各位專 團進團出進去我們的公區 因為公區的地區比較狹窄 那也沒辦法容納那麼多車子 所以我們還是考慮到各位的安全 所以我們是用團進團出的方式 那開草完的時候再請大家回到這裡 然後各自開車回程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在進行這個意見交流討論 我們先請這個 從經濟部開始 依順序由經濟部環保署 海洋保育署 營建署 中央研究院 做發言 每一位發言的代表的時間 大概是10分鐘 請大家 好 各位委員 那今天出席的各單位代表 大家午安 好 先由能源局代表經濟部 就關塘工業區開發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好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這個關塘工業區 我們要跟討論的關塘工業區 其實就是在我們桃園沿海這個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整個桃園沿海 從竹圍漁港到永安漁港 這邊大概就是我們藻礁的分布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關塘工業區就落在這個大潭藻礁這個位置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大範圍的一個地理區域 先讓大家有個了解 關塘工業區所在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第二張投影片呢 跟大家說明的這個是一個現場 所拍攝下來的一個相片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現場目前在施工的 就是在18年前就已經填海造地的地方 我們在這邊會做出除槽 那同時呢我們現在在做一個站橋的工程 那整個工業港接收站的部分 我們是採用離岸的設計 待會兒再進一步的說明 那大家所關心的藻礁的位置 G1區 G路區這個部分 在我們現在的計畫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開發行為的 那這個待會兒我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所以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到 現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遠方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現在大潭電廠 它的取水口的位置 那這個是它溫排水的排水的渠道 從這邊溫排水排出去 這個是當時東頂公司在做 臨時的施工碼頭所遺留下來的 那這個還是原來就已經填區 我們在這個地方要做相關的這個企劃設施 這個是現況相片 好那接下來這一張呢 跟剛剛那一張來做一個對照 這個就是未來 我們這個關塘工業區 以及第三接收站 將來新建完成的以後的一個示意圖 我們可以看得到 剛剛講到的 G1 G2大家很關心的 在我們現在的計畫裡面 依然是保留下來 沒有做開發的動作 我們在開發的部分 還是這一塊 剛剛講到 之前已經填海出來的這一塊地上 我們會有兩個儲槽 然後會有一個企劃設施 這邊是一個行政區 那將來的運作呢 LNG船進港之後 在這個外海的接收站 這個地方 卸收之後 到這個儲槽 氣化 氣化以後的天然氣 提供給後面的 台電的大產電廠來做使用 這個是未來的一個示意圖 所以從這張圖上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在我們沿岸這個地方 大家所關心的這個藻礁 我們都是依照現況保留下來 沒有施工行為 那有施工的就是在 這個我們講說在這個上面 會蓋出一些廠房設施 以及這個工業港的部分 採離岸的設計 為什麼採離岸的設計 這個在環評的時候 大家一直很關心 這個水體的交換 會影響到藻礁 所以採用離岸設計之後 我們把這個防波堤這邊 把它打開之後 可以讓這個水體 可以在這邊做一個交換 這個是未來的示意圖 我再用幾張投影片 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這個是在2015年的一個 這個我們講說一個照相的圖 現況的一個照相的圖 2015年 當時中油公司計畫核定的時候 就是剛剛我看到的現況照片一樣 這是台電的進水口 這個是台電的溫排水的排水渠道 這個是零食碼頭 這個是當時就已經填起來的 這個13公頃的土地 所以這個都是在2015年 既有的設施 不是這個東油計畫進來之後做 這都是既有設施 好那下面這張圖呢 在當時中油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講說原規劃方案 就是東頂公司在1999年環平通過的時候的方案 那個時候是這整個232公頃 都是要這個填海造地 然後再把這個碼頭做出來 這是原來的方案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關心的 藻礁G1G2 這都落在填海造地的範圍裡面 這是原來的方案 2015年 那在環平的討論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這個藻礁是非常的珍貴 也需要來做保育的這樣的 或是保護的這樣的一個場域 所以幾次的討論之後呢 我們看這一張 這個中油公司提出了兩次的替代方案 跟一次的替代方案 跟一次的替代修正方案 所以從原來的這一個232公頃 把它調整 調整到2018年通過的就是替代修正方案 這是兩次調整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的開發行為 剩下剛剛我們看到的企劃設施 除槽企劃設施跟行政辦公區 就是在這一塊原來就已經填足好了13公頃的土地上 那另外保留了這個原來台電的溫排水渠道 那我們在這邊也基於環境的保護 這邊台電的大潭電廠在這個地方 海水進來之後它是做冷卻用 所以這邊有一個溫排水 那我們知道LNG的企劃 它本身進來負160度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個熱源的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 台電的溫排水經過渠道引到這邊做企劃之後 再把這個經過企劃之後 溫度降低以後的這個排水 再回到這個渠道裡面來 經過冷熱交換之後 可以對溫度的部分 對海洋水域溫度的部分 可以有一個冷熱交換這樣的一個循環運用 所以在陸域這個地方 大家很關切的沿岸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將來的建設就是利用 剛剛2015年已經存在的這些設施 包括13公頃加這個8公頃 然後還有連外道路的2公頃 這就是我們現在我們一直在講的23公頃的方案 那事實上我們都是利用既有的 已經填足的範圍在做建設 那另外呢 把這個接收站的部分 採離岸的方式來設計 讓它這個水流可以在這邊暢通 然後利用這個站橋來連接 這個就是現在的一個修正方案 所以修正方案以後 再回到這張圖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原來是要把這一個 整個要把它做填海造地的 經過討論之後 只在這一些既有的設施上 做我們相關的這樣的一個設施的建設 我想現在就是我們現在核定的方案 也就是中油目前正在執行的方案 那第一個部分再跟這個要做報告 那第二個有關整個能源轉型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則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維持穩定的供電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台灣的相關的經濟的成長 人口的這樣的民生的維持等等 所以我們要維持穩定的供電 這是第一個原則 那第二個在我們整個轉型過程當中 我們也要來加速減煤 所以在我們現在的電力規劃方案裡面 大概都是用天然氣電廠 來取代這一些藍煤的電廠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環境保護也是要堅守並固的 所以會有很多的環境友善的措施 包括剛剛講的把原來要填海造地 經過討論之後只用既有的填區 來做相關的計畫等等 那待會中油還會再補充 在現地還有很多保育的相關作為 待會會請中油再進一步補充 那大家也很關心說整個的電力的一個 這樣的調度調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2025年之前 大概有北部地區大概有三個機組 會陸續的除役 包括我們核二的一號機 在今年的六月份 它就會停止運轉 第二個在2023年的核二的二號機 也會停止運轉 那這兩部機大概每年是160億度的發電量 那另外呢在基隆的協和的燃油的機組 也會在2024年除役 那這個每年的發電量是56億度 所以在2025年之前 大概這三部機組如果都停除役之後 大概我們少發的電量 就是216億度每年 所以我們就有規劃利用大潭電廠的新增 789號三部的天然氣機組 來補足這一個電力缺口 就是說這邊雖然少了216億度 216億度 但是這邊我們會增加193億度 來滿足我們剛剛講的我們能源轉型過程 第一個要考慮到穩定供電這件事情 要讓我們的民生經濟活動能夠持續的發展 好那接下來如果要燃氣發電的話 當然除了電廠之外很重要的 它就是要有氣 那整個燃氣的部分要進來到台灣的話 它第一個要有接收站 接收站卸收之後 它要有一個企劃之後 利用管線輸送到用戶端 才可以讓用戶來做使用 那目前現況上台灣有兩個天然氣接收站 就是在南部的永安以及台中接收站 這是現況有兩個 那其實這個接收站企劃的這個氣呢 是從台中到通宵 再透過海管 再衝到我們這個大潭電廠 來供大潭電廠的天然氣發電機來做使用 那我們也去檢討過 目前從台中到大潭這個管線的輸送能力 其實大概已經達到飽和的一個情況 未來大概就是只可以提供 這個7、8、9號機 大概沒有辦法全部提供 只能夠提供現在的1到7號 這個天然氣機組來做發電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 第三接收站新的氣源進來的話 即使台電做了7、8、9、3號 三部機組 8號、9號也會沒有氣可以用 就不能發電 那第二個如果在北部可以有一個新的 這樣的一個接收站的話 其實也可以構成一個雙氣源的供應 可以讓整個電力的調度 供電力的穩定供電部分 可以更加的安全穩定 所以為什麼要做第三接收站 也就是這個道理 好 最後大概我們也有講說 如果這個接收站真的沒有做的話 為什麼是500萬噸的煤 這邊也跟大家做說明 剛剛有談到三部機組 有137億度每年 那我們從過去的資料 每發1億度的電 大概需要4萬噸的煤 所以這個大概137億度的話 出算出來大概就是548萬噸這樣的煤 所以我們在概括說大概會變成500萬噸這樣的煤 因為國內的天然氣機組的調度 大概都因為在環保調度的情況下 幾乎都是滿載的情況 所以如果短期內 要補足這個137億度的缺口的話 大概只有藍煤還有一定的空間 所以這個為什麼說會要增加500萬噸的藍煤 是這樣子算出來的 我想針對整個關塘工業區 以及我們的能源轉型的部分 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接下來我就請中油針對環境保護的部分 來跟大家進一步做說明 這也是因為體認到這個大潭藻礁的重要性 所以中油公司在開發這個 也是體認到這個三接站的周邊的大潭藻礁的生態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中油公司也針對這一塊區域 進行必要的環境維護 然後提供 然後推動相關的生態調查跟監測 以及必要的保育的作為 那首先我們都知道 因為這個藻礁是在潮間帶的部分 那足於下游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污染的 對污染的防治的部分 我們需要跟桃園市政府合作 那桃園市政府也在我們 我們這個關塘上游的大呼吸 以及下游的新呼吸 都設有監測的 還有污染的管制 那我們中油公司就在下游的海域 跟潮間帶的部分進行 必要的環境監測 那我們的初步 而且我們會把所有的監測的資料 都回報給桃園市政府 那目前我們監測的狀況下 是都還符合標準 那也為了 維護這個地區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定期的在這裡 做這個清理垃圾的動作 把海岸這些海漂垃圾 能夠做一定的清理 那這兩年下來已經清理了 超過110噸的各式垃圾 那再來就是 最後就是針對了在清理 做這些環境清理跟監測的同時 我們也對於這裡的生態 來推動一系列的調查 跟的調查 比如說大家關心的這個 柴山多杯孔珊瑚的部分 那在我們的調查裡面 可以明確的知道 它目前主要生長的區域 就在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不會開發的G1跟G2區的潮間帶 那大概都是在水深負1.6到負2.2之間 那我們整個 整個兩年的調查下來 我們目前監測的點位 從75已經慢慢增加到100 100個群體以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的監測的結果 這個財山多杯孔雖然很小 但是我們在這一個區域的發現 我們的調查發現 它主要都是在這個潮池裡面 潮池越大 我們大概都可以看到 調查到比較大的群體的財山多杯孔 那另外就是大家關心的 大家比較關心能夠形成 藻礁的這個殼狀三五藻 那我們在這一個區域的調查 發現在2018年 也就是環評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調查到7種的殼狀藻 但是這兩年的調查 已經慢慢發現有越來越多種的殼狀藻 在這個區域 目前大概有19種 那我們也注意到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情形 就是說殼狀藻的部分 它是需要比較硬的機質 才能夠附著生長 所以你看到我們畫面右上方 這個即便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寶特餅 玻璃餅 它也是能夠在上面生長的 最後就是跟大家報告 這個夏兒後鳥 這個小燕歐 來我們台灣繁殖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這個大潭這一區 都有曾經有小燕歐在這邊繁殖 所以我們中油公司 跟桃園市政府 還有桃園市鹽鳥協會合作 在這個大潭藻礁的G1G2區 還有白玉海岸 許錯港 以及竹瑋域港 北岸的蘇軍用地 一起合作來營造 專屬給小燕歐 夏季來繁殖的一個繁殖基地 我們以小燕歐來講 他主要是在 來台灣每年夏天來台灣的時候 大概是一千多隻 那主要來的地方是在 宜蘭的南洋溪口 以及這個彰化的 彰化的淪尾那個地方來繁殖 那大概平均的繁殖率就是17%到33% 那我們這兩年的合作 跟桃園市府 還有醫療協會的合作之下 我們前年的繁殖重耕率大概68% 那去年是92% 那相關的這些生態監測跟生態調查 以及必要的保育座 我們中央公司都會在持續的在推動 那 其實就是最後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三階是一個兼顧 我們能源政策裡面穩定供電 加速減煤跟環境保護三大目標 我們三階站並沒有開發任何 新的 自然海岸 那我們就是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推動必要的生態保育工作 希望能夠讓三階跟藻礁的保護 不是一個共榮共生的結果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中油的報告 我再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趕到的這個 我們林毅華 林委員 還有我們現場的這個 在地的這個大潭禮的我們里長 彭明聰 彭里長 也有到現場來關心 謝謝 所以剛剛是經濟部 經濟部的意思是說 還有誰 萬美齡 剛沒接到 對不起 萬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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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委員 在地的 剛剛是經濟部跟中油的報告 經濟部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做這個的話 要 要 要 差一百三十七度E的電 不能 就必須增加藍煤 然後中油意思是說 中油的意思是說 在你們努力之下 環保做的更好 秋太元到嗎 秋 秋委員 還有我們那個 趕到的 我們為環的邱太元 邱委員 謝謝 那接著我們請環保署 謝謝 請環保署幫我們報告 請大家注意時間 因為單位比較多 好 委員還有相關機關的代表 那接下來由環保署來報告 那環保署報告的主軸是我們環評的審查跟監督的過程 好 抱歉 那個簡報資料 好 那麻煩下一頁 可以給我那個point嗎 point給我 好 那在談這個案子的環評之前 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中油三階的天然氣接受站 不過他的環評前身有兩個案子 一個案子就是 關塘工業區 一個叫關塘工業區 這個開發單位原來是東鼎公司 他的環評是88年就通過了 然後通過之後他也開始開發了 這是第一個案子 那第二案子是關塘工業區的工業專用港 這個開發單位是工業局 那他環評通過的時間是民國89年 那他們的區域的分布是這樣 這個虛線的北邊是工業專用港 虛線的南邊是工業區 那原來這邊的工業區就是東鼎公司 這邊就是工業局的工業港 那後面到現在通通轉 等於是變更給中油公司 那特別提一下 那我剛提到 東鼎公司原來的案子已經開始動工了 剛剛經濟部也提到 哪些已經開始實施了 但是專用港當時89年通過之後 後來行政院核定了 他記者都沒有動 超過了三年都沒有動 所以當時依照當時的審查結論的要求 他必須要提一個 叫做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對策檢討報告來送審 沒有完成審查嫌他是不能動 所以這個起源是這樣來的 先簡單說明一下 好那所以剛才起源就是106年4月的時候 我們要求他要提一個叫做工業港 他標的是工業港的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及對策檢討報告 那審查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有提到工業區跟工業港的 是連接在一起的 所以當時議題就是藻礁開始有正值 那所以當時我們在審查過程中 就依照環境法的第18條第三項 直接要求他提一個叫因應對策 那這因應對策的目的要幹嘛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藻礁做一個比較好的保護 所以就變成現在變成兩個案了 一個案是剛剛第一個叫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這個是工業港的 第二個是為了保護藻礁提的因應對策 那在審查過程中因為大家對保護藻礁 這個議題非常關注 另外也發現了所謂的柴山多杯孔珊瑚 所以後來就是希望中油在 因為這兩個生態保育的議題 希望他整個計畫可以做一些評估 跟重新調整 所以在107年的1月 因為前面兩個審查之後 經濟部開始就中油公司在開始做調整 所以調整這邊提的叫做環差就是變更 那變更的主要目的為了縮減規模 因為剛剛要避開所謂的藻礁 要進行所謂的財產保護 所以這個部分他當時就必須要去處理 那後來整個有四個案子 那四個案一個是工業區的環差 跟工業港的環差這個講是變更 一個是保護藻礁的因應對策 一個是工業港因為超過三年沒有動工的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以及對策經濟的報告 所以因為有點複雜 所以總共有四個案子要審 那這四個案子審了 總共開了三次專案小組會議 含一次延續兩次縣刊 四次專家會議 四次的環評委員會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大概這個環評會議開了這麼多次 在其他案子可能很少見 可是這個案子開了非常多次 那最後一次是在107年的10月8號 這四個案後來都才表決方式 那表決方案結果就審查通過 這個是把過程跟剛剛做一個報告 好 那我們把這個圖對應一下 就是這個案子的變更前跟變更後 剛剛經濟部或許已經有提了 我再解釋一下 這個部分 這個線以下 這是原來的工業區 它全部填滿 所以原來大家關切的 G1 G2 跟這些 可能跟找交易體比較有關係的 原來都在工業區填滿的範圍 那經過這次審查之後 就只留下這一塊的填滿區還在 這個是原來台電的 那這邊還有一條2公頃的區外道路 就是這樣子 所以只剩下23 所以從原來的環坪通過了200降到23 那原來港的範圍 填足的面積最後通通集中在這一塊 因為要讓這一塊在水流上 能夠有妥善的交流 交換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比較詳細的說明 好 那這個是最後變動的結果 剛才要為了保護財山都要拱 商壺跟澡教 所以這個區域就東通不填 那為了連接原有季田區的這一塊 就用棧橋把它拉出來 那所有為了這邊能夠讓它水流可以交換 所以這邊也不填 然後通通集中到這一塊 所以原來港區的31公頃就變成21公頃 好 那這邊也是流控 那這邊是棧橋 所以讓水流能夠比較好的交換 讓當地的生態的豐富度會比較高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大概整個變動的狀況 那我們後面有個表 那我們從 因為我們環瓶剛調 它是已經通過了環瓶 那後面採的是變更的程序 所以環瓶有很重要的邏輯 我要看變更後是不是有比變更前還好 所以我們看結果是這樣 這個是整個面積的縮減 工業區的面積縮減 我剛有報告從232降到23 所以當時這個降為原來1% 減少了90% 這第一個說明 那我們看它的儲槽原來有9座 後來剩下2座 所以從槽數來講 它是減少78 當然頓數原來600現在變300 那另外為了海水的交換 它取消了722公尺的海堤 改用棧橋 讓水可以流通 維持當地生態的多樣 好 那這個是工業港的部分 工業港的部分看一下 它的堤外部防護堤減了7% 就5000變成4700 那整個碼頭的海堤 從2800多到1600 所以減少了41% 那另外碼頭數從原來10座減為2座 面積從31公頃減為21公頃 所以我剛提到我們在環民變更裡面很重要的 那邏輯概念就是它的規模跟原來相比是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剛提到我們環民審查就是因為做了比較之後 後來委員會的決議就是說那這樣的變動結果是比原來還好 所以就環民委員會的決議就後來就通過了 大概做這樣以上的報告 謝謝 環保署的意思是說這個工業區的部分減了90%是嗎 然後工業港的部分減了多少呢 工業港你要看是不同的類型 因為它有體有各種不同 整個啊 整塊呢 沒辦法這樣比較 因為它是 抱歉應該回到原來那張 後面還有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監督忘了漏掉了 那個檔案 漏掉了 漏掉一頁要跟妳講一下 這個等一下 拉上去 沒有漏掉 不是 等一下 前面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是工業港的部分 它的台題這邊是減了41% 你不要跟我算公尺 你就告訴我整個面積 工業港的整個面積少 因為我們環民是針對開發行為 不是針對跨的港區面積 我們不是看港 我們看的是實質的開發行為內容 就對環境衝擊那個有開發才對 沒關係 告訴我答案就好 你們環民怎麼做是一回事 就是整個港的面積到底少了多少 等一下 環民知道一下 不知道是嗎 面積 我剛剛講 我們的左眼不在港 左眼是在開發行為上 你知道答案嗎 不知道嗎 其實我們可以查這900多公尺 不過詳細的數字 所以本來900多變800多 對 我說這個是港區面積 900多變800多 那是港區面積 但是我們關切是對環境實質的衝擊 的行為是什麼 對啊 你們沒有關區面積 但是工業區是少了十分之九 但公益港少了100多還是800多公頃 沒有少了 完全沒有少 所以公益港完全沒有少 OK 好 謝謝 抱歉 最後懷疑業 我剛剛漏掉就是我們審查通過之後 我們有辦了監督 我們辦了十次環民監督 那也跟相關機關跟專家學 開了四次環民的專案監督會議 那目前都就是沒有發現有違反環民法 相關的情勢 那後續還是會繼續加強監督 大概是這樣 以上報告 謝謝環保署 那我們請海洋保育署 謝謝 好 各位委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黃向文 那今天感謝招委安排這樣子一個會議 讓我們有機會來說明 針對大潭地區藻礁的一個行為 那剛剛各位很清楚聽到了 在前面中油提出這樣子一個審查案 經過環評審查之後 那海洋委員會主要基於一個主管機關 去進行強化監督的行為 那各位這邊看到的就是 各位這邊看到就是 一會兒會去看大潭藻礁的地區 那邊有看到站橋 比較靠近的 比較靠近的這一區就是所謂的G1 那這邊比較大塊是G2的部分 那第一個這邊我們關心的是所謂寶育類動物 那這邊有一種很重要的寶育類動物 叫柴山多貝孔珊瑚 它在2012年的時候在南部的柴山發現的 那在發現之後 因為那邊有一些開發行為 以至於後來就消失找不到了 但是呢很興奮的是在2017年 在大潭這個地方 這邊看到G1跟G2的地方 發現有柴山多貝孔珊瑚 那這個物種在2016年被列為 一起保育類動物之後 不得隨意的騷擾跟殺害 那它的水深大概在1.5米到2.5米左右 那換句話說如果再深的話 就比較很難有機會碰到這種珊瑚 那我們發現的在這個地方 有2018、2019一共看到84株 在這些地方 那它的大小呢各位可以想像 它其實蠻小的 它大小大概借在2.6公分到81公分長的範圍 那每一株珊瑚 可能其實各位看到也許 其實有點類似像珍珠奶茶的珍珠的概念 那在第二題叫生物礁 其實藻礁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生物 那我們目前知道的殼狀珊瑚藻為主的 會在從新北市的石門、林山比跟三枝 一直到新竹的新峰其實都有 但是在新北市還有在新峰其實相對是 新北市是比較林散比較小 那在新峰相對也小 那可能有些是化石藻礁 那比較大範圍是在所謂的桃園觀星藻礁 一共有大概連續分布大概27公里 那這個地方另外在東部跟南部 也是屬於化石的藻礁 基本上是沒有現存的生物型的礁 那這裡頭可以看到其實剛剛講生物礁 它有動物跟植物 那動物是我們一般比較了解的珊瑚 珊瑚礁南部肯定有很多 那藻礁比較特別它是由五血 一般講殼狀珊瑚藻所組成的 那還會加上一些其他的生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的話 像這邊比較薄的比較碎的 是所謂的殼狀珊瑚藻 那在下面這一塊跟上面那塊可以看到比較紮實的 就是我們比較習慣了解的珊瑚 那在這個比較長的海岸線來說 這是之前科博館王室偉博士做了一篇調查報告 它從桃園北部到南部打了二十幾個磚炭之後可以發現 各位看到這邊紅色的部分是比較純的殼狀珊瑚藻造成的藻礁 那另外有一些淡藍色跟深藍色是跟珊瑚混在一起的 那這些可以告訴我們其實在過去所謂的七千六百年歷史當中 這些殼狀珊瑚藻跟珊瑚可能會在不同的時代出現 結果天氣氣溫比較高氣溫比較低會造成不同的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整個海岸都有 它的特色是蠻不一致的多樣性也蠻高的 所以海委會在2017年2018年成立之後 我們大概開始跟早期跟農委會合作 那之後我們進行在這個海域的一個相關生態監測跟調查 那包括在107年有個比較大型的調查的計畫 他涵蓋了這邊的魚類蟹類無脊椎海藻大型海藻殼 殼狀珊瑚藻 那到了108年109年我們承接之後也進行殼狀珊瑚藻的調查 珊瑚的調查 那另外呢在中間曾經有民眾反應 在這邊看到過中華白海豚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也增加了所謂跟中華白海豚有關的調查 那不過在我們的比較有限的行次當中 至少沒有看到中華白海豚的出現過 這邊針對殼狀珊瑚藻的話 剛剛也稍微提到了 從107年108年109年之後 我們分別針對白玉大潭跟觀音的野生動物保護區 進行了六個點的調查 那我們把最關心的大潭藻醬拿出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107年的春天跟夏天看到有7種跟9種 那到了108年3季發現有11種、7種、6種 到了109年有18種到11種 那這個訊息其實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春天的時候 基本上是殼狀珊瑚藻的生長 最旺盛的時候 那到後面可能會因為天氣的關係 溫度的關係 所以數量會稍微少 那另外就是這邊有很多新種 其實透過DNA定序去間別出來的 可能觀望肉眼看其實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好 那在另外我們偵測 所謂的柴山多貝孔珊瑚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是 上面是108年G1跟G2 那這邊有看到紅色跟黃色 有一些是早期有看到的 那中間也會因為氣候跟環境的變化 有一些可能 也許一開始我們去有看到 過了半年去可能沒有看到 也許它被沙掩埋了所以找不到 但是換了一個季節 可能因為海水流向等等 飄沙離開了之後 又會發現它生長出來 那下面兩個圖是在109年 就是中油已經開始施工之後 實際上我們還是有觀測到 這些柴山多貝孔珊瑚的出現 所以整體來說在整個海洋保育上面 海委會跟桃園市 其實就很多方面去做合作 包括海委會我們針對一些 跨部會機關的合作 還有怎麼樣剛提到了 跟經濟部跟環保署的一些 共同監督還有跟民間的共同監督 以及不定期去會堪 那桃園市政府這邊呢 除了成立海管處之後 也完備他們的一些 相關海岸的管理程序 有個海洋資訊系統等等的 所以這邊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包括在我們會參加 共同參加所謂環保署的一個 專案監督會議 還有一個觀塘工業區的一個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 那另外還有各位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才有民眾跟我們反映 有些廢棄漁網的問題 所以搭配上海致敬的海岸清潔政策 我們也跟桃園市政府合作 去收購很多廢棄漁網 希望減少他們對於海洋生物造成海費的衝擊 那另外在巡護工作站上面 也有跟我們的海巡署合作去成立 可以加強巡護的次數 以及查氣一些環保艦隊 那另外也跟氣象局合作 建置一個海向雷達的一個監測站 那瞭解這邊的氣候之後 可以避免一些可能的狀況產生 那除此之外呢 桃園市政府也在 剛提到 他在我們之前成立的海洋管理工程處 海管處 在很多生態保護白皮書上面 還有管理委員會 有很多積極的作為 那特別是 特別要分享關於 督查管制專案 剛剛前面有提到 其實很多環境海岸的生物生態不好 是來自於污染 那台灣的工業區很多 那這個地方加強很多 可能是從河川來源的一些污染源之後 實際上 今天如果水質變好了 污染變少了 其實這些生物能夠出現 跟增加是很正常的現象 那另外也有一些 這邊看到的一個水質監測 及時的回報中心 都是一個監督是非法行為很重要的作為 那另外就是提到有專家諮詢會議 那也做了蠻多的民調去瞭解民眾 對於所謂成立海洋保護區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好 那最後結論提到說 其實剛剛各位看到很多 我們覺得做海洋保護工作的專業資訊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成立之後持續蒐集相關的資訊 監督它的一個環境變化 到目前為止其實沒有看到什麼異常的狀況 那我們後面也會跟桃園市政府持續合作去加強 不管是開發過程的監導 生態的現況以及環境教育 那以上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署長 還兼桃園環保局的局長 好 下一位 那個 銀建署 請銀建署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與會的來賓 大家好 那接下來由銀建署 針對相關的內容做個回應 那基本上在我們國家 任何一個開發計畫 它一定要先經過環評的處理 那環評有做了一些條件 其實在相關的後續的使用 都要來遵循 所以涉及到我們內政部的 就是涉及到區域計畫 土地使用怎麼編定的部分 那因為104年呢 我們海岸法又通過了 所以多了一道程序 就海岸的審查 那 幫我按好嗎 下一頁 再下一頁 謝謝 就是說在背景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剛剛說明了 我們環保主剛剛有提到了 這個案子是當初工業區 在88年的時候 就經過環評跟我們區域計畫 都已經取得它的一個法定的核准地位 所以當初這個工業港本身 大概有944公頃 以及這個工業區本身232公頃 都已經經過區域計畫跟環評的一個通過 那下一頁 可是在區域計畫比較關注的是說 它裡面的土地更細緻的怎麼來編定 所以在民國92年的時候 就要求他們在提送做這個西部計畫 其實當初這個港呢 觀塘工業區跟工業港的 尤其是工業區呢 它是複合型的 所以它裡面編定呢 除了LNG接收之外呢 它還有編定為這個水泥跟那個砂石專用區 還有這個石化專用區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複合型的工業區開發 那剛剛我們前面幾位同仁也都提過 這個地方正好都是現在發現藻礁的地方 所以如果照原來的開發計畫呢 這幾個地方基本上都要去填海造地的 再下一頁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根據這個107年呢 10月8號呢環評的這樣的一個處理 環評為什麼做這個處理呢 是因為它後來的能源政策 中油能源政策轉型了 所以真的這個工業區開發也希望做個調整 那可是要適用我們新的當時的法令來審查 所以呢環評在審查的時候 既然就決定了就是說 它做最小的變動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也必須接收到 非常多的資訊 包括從我們這個環團的朋友這邊提供的 那時候的藻礁的保育呢 已經非常盛銷成上 所以這類的資訊呢 在我們的環評 在我們的區域計畫相關的審查裡面呢 都產生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爭議點 所以環評呢也就是針對 已經動到的地方呢 才讓它 之前已經是合法工業區去動到的地方 才讓它做 其他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都凍結起來 這是環評的部分 下一頁 那我剛剛也提到的就是說 那在我們內政部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配合跟環評採取一致的動作 所以在我們海岸管理法裡面在審查的時候呢 基本上針對它原來這個工業區 它裡面的這個中油型的工業區 就大幅的調整了 只針對它這個接收的部分呢 允許它增加這個聯絡的站腳 這站腳當初要填足的 那現在就是因為這個水流要螺通的關係 就維持站腳的部分 那已經填足區的部分呢 就讓它繼續填足 那這個也是他們溫排水的部分 所以就維持這樣一個最低的改變 讓它去成就這件事情 下一頁 可是呢這個海省審過之後呢 它的土地希望還要去做編定 所以最後一塊還要回到區域計畫這邊 再來做處理 所以呢我們區域計畫最後呢 針對這個港區或者是整個工業區呢 只針對現在有編號的 這個是已經既有天竹區 跟這個目前的這個外海的天竹區 還有這個站橋 以及這個排水渠道這個部分呢 我們保留 其他的部分都列為目前不得開發地區 好 以下再下一頁 所以呢總結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呢 目前的區域計畫後來 現行的核定的結果 就原來的工業港的面積 配合那個堤防等等的一些縮減 所以大概面積核定的是811 那現在工業區的部分從232呢 變了23公頃 所以目前做了這樣的一個處理 以上報告 謝謝環保署 對不起 謝謝營建署 接著我們請最後一個單位 中央研究院 我們把握時間 接著就要請我們環保團體 各位立法委員好 長官好 大家好 所以我是陳國勤 是中央研究院 這個生物多性中心研究院 及代理主任 所以今天我是 我的這個營造 這個領域是這個 潮汁帶生態 還有這個海洋生態水 所以我自己也有參加這個 調查這個 鑄鑄的這個生物多元性 所以今天我是 至於在這個國際時間上 發表的科學證據 跟大家掌握這個 呆潭鑄鑄的生態 所以這個生物造成的 就是從這個 珊瑚鑄所造成的 所以珊瑚鑄 跟我們一般的海藏 海藏不一樣 它是鈣化鑄 它的絲包壁這邊 有石灰質 所以它是陰陰的 所以它是不同的鑄鑄 然後在造成這個鑄鑄的鑄鑄 它就是這個五節珊瑚鑄 所以是一片一片 所以它是一片一片 長在這個岩石上面 然後造成很多空流 慢慢的話它就造成鑄鑄 所以在用這個 湯石石的丁鏈來 展開這個鑄鑄 其實有七千五百年的歷史 所以在世界上 這個鑄鑄分布是怎麼樣呢? 其實它分布在世界上不多 它只是在這個 比海 還有印度太平洋的首島 還有加拿大東部 還有英國跟挪威的比海 還有地中海 還有歐洲 歐洲西邊的西湖 在這邊鑄鑄 我們台灣也有這個鑄鑄 就是因為鑄鑄不多的話 其實在世界上的岩石 是比較小的 所以對它所知的東西 也比較小的 所以在桃園來講的話 我們也有鑄鑄 在桃園的海岸來講 從北邊的沙輪 一直到關西 都是鑄鑄的地區 但是在大潭鑄鑄的第一章 第一章 它的生物多性是特別高的 所以在這個 三個 在2018年的話 就是這個 特森中心的 劉晶老師 還有中共醫院 陳嘉隆團隊 他們就把這個 大潭鑄鑄 發表在這個 科學歷史看 說明 這一章的鑄鑄 生物多性特別高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保佑渣值 所以大潭鑄鑄的生物多性 有多高 所以我們先看看 這邊它造成鑄鑄鑄的珊瑚鑄鑄 所以在2018年 海岸達水的聯修美老師 然後 Stopization 它在調查這教學 criticized 也插出玉局 就已經發現就有一個 尋世了 鑄鑄鑄 還有一個三種 所以之前就有 humano 創蘊鑄鑄鑄 然後這邊是 太平壤 所以 只管 Quality the leurs kinetic mos 就是已經找到 三種 所以代表 Ass 곡 我們質疑 Arrow 自己一直在研究 然後 另外一個 比較中一的生物 就是 踩山多啬窗熊鑄鑄 so這個 柴山多比曠珊瑚是山湖谷的一个品种 它在2012年发表为了一个先种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交种的柴山海岸发现 但后来因为它很少的分波 2011年它依靠农维会丁一为一致的苹芽山湖谷 但后来我们在潮州这边就找到 有一带船的柴山多碑控珊瑚 在G1跟G2处于这边 所以陈州伦团队就在这个Cursor 期间 Certific Report 这边有发表 就是冷团很大的船体在这个潮州这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是陈州伦团队做了调查 它就有G1跟G2处于这边 其实在G1来一层的话 它这个珊瑚是比较接触水深一点的地方 G2的话比较浅水深一点就找到 它们两边的V都是差不多 但在G2来讲的话 它的全体是比较大 G1比较少 所以这个就是在Cursor 期间发表 还有它水月深的话 这个池时的山湖提醒就越大 然后陈州伦团队也要在 这个日本国之池坎Galaxia 也要接收这个柴山多碑控珊瑚 它也把照片发生去 还有它这个宝与的宅寺 所以属于珊瑚以内 鱼内也有做一个多应性调查 所以在这个东海大学 这个温国章老师 还有我们中医院这个 年轻省跟年之后老师 他又去调查这个鱼内 他们首先又去布抓这个鱼内 在这个关心咒咒 还有白鱼咒 还有呆坦咒咒 这一段去比照 所以在去用这个丁山游去调查 这个草市这边这个鱼内 还有去围团的话 就发生了 这个呆坦之鱼这一段 还有这个熔岩 它的鱼内特别高 大概超过22 到33种 还有苏南是最高 所以这个呆坦之鱼 还有跟这个熔岩来 来展望鱼内 这个多应性是很高的 然后另外 我们年轻省研究人 用这个鱼内的耳屎 去做这个 探讨这个鱼内的多样性 所以耳屎 是鱼内鱼头那边 一块这个骨头 所以每一种鱼内 都有它的耳屎 还有每一种鱼内的耳屎 的成状都不一样 但这个鱼内 如果在天人完成 它始掉以后 它孵化以后 这个耳屎 就会掉在这个海底的泥巴那边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泥巴挖出来 把这个耳屎捏出来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 也会探讨这个地方的 鱼内多样性 所以在调查这个耳屎 来讲的话 其实发生了很多鱼内 所以这个data 实际上 之前捕捉的data 差不多 就是大疼之耳屎 有很高的鱼内 然后 年轻厚老师 他又用这个 星云摊插 次序摊插 摊插 摊插在水这边 就是鲜 所以用鲜摊插 有多少生物在那边 所以发生在盲球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这个宅区 趴打的趴拍的 鲜摊插到 所以这个水闻的话 这个星云越多 所以这个就代表 这个瓦克里 这个多样性是很高的 然后我只是有做 这个data 就做这个 沙菇幽生 这个多样性的研究 所以我在这个 沙天的时候 用这个灯光 油布匙 就还生 就放到水里面去 去抓这个沙菇的幽体 所以发生了我的data 就是在这个 Marine Biodiversity 海洋生活中间发表 就是发生了 有12种沙菇 还有12种 是新的枝路种 还有5种 它的DNA 是在这个 世界的资料库 是对不到的 所以应该是为之种 所以这个就是 我在周周 大潭之鱼 就是在当初 去抓这个沙菇 所以你看到这个 灯光 由布施方 完成的话 用光去吸引这个沙菇 我们抓到很多沙菇的幽体 但是在台湾沙菇 其实十分蛮选 就是台湾是 就是在高中 都知道18种 所以我们在澈州这边 有多人种 还有先支都种 还有5种 还有微织种 所以就是代表 其实这个 这边这个沙菇 这个沙菇那边 是沙菇的 很多应生 这个就是我用DNA 去栅种这个结果 所以在总观来说的话 就是在台湾澈州 它就很高这个 生活多用性 就是在生态里长有很多功能 就是在这个珊瑚藻里面 它的盖化作用跟光河作用 它会把这个海水里面的二氧化碳储处 所以它是游沙会增加海洋参化的 还有我们找到很多这个窄固的幽体 所以它证明它是这个幽生的培育地 所以因为这个幽生来长的话 都是很多是鱼叶的重要品种 所以这个藻叶也是很重要的鱼叶资源 所以在科学的证据上来讲的话 藻叶是一个很重要的稀有气地 它有很高的生活多用性 它有一级的保育珊瑚 所以如果我们在科学证据上来讲的话 如果破坏藻叶的话 是可以导致生态失衡的 所以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陈主任 跟我们讲说这个藻叶有7500年历史 不但有多样性有稀有性 而且破坏的话会导致我们生态失衡 谢谢谢谢陈主任 好我们政府部门相关部会已经报告完毕 我们接着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环保团体 来先来也要做个简报 好我们先请我们蔡律师 我们请这个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那各位委员还有媒体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做今天的分析简报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开发范围 先讲一下开发范围 其实我们民间团体很伤心的是说 我们觉得政府有不诚实的状况 因为旁边那个广告是经济部之前在脸书上 他做的广告上面还有广告两个字 那他说新方案只使用18年前已经填好的土地 然后也说不在藻礁区 那我们认为这个完全不是事实 而且今天刚刚经济部跟委员在简报的时候 他们也是还是宣称说只用已经填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图是 就是说旁边的这张图 那是从环瓶资料的那个工业港的并稿本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所要的那个填区21公顷的那个 律师这个比 好 那边也有 ok 那边也有好 就是 咦 是哪 这个 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21公顷嘛 然后而且刚刚营建署他也有说 营建署说那个提防啊全部加起来 事实上是刚刚讲的好像是64点多公顷 所以这些东西 刚还保署也有介绍说 为什么工业港会做环线差 就依照法律 如果你通过环瓶以后没有施工 通过环瓶又取得开发许可没有施工 过了三年以后就要做环线差 代表这整个工业港 是完全这些填海造地 整个67公顷 64公顷多的填海造地 是以前没有完全没有做的东西 才会需要做环线差 那社府说 只用18年前填海 我以前还是不实的嘛 那在这张图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他这边又要去挖一个很深的 那个航道跟回船池 这些都是要把里面的胶体 很多的生物都整个铲除掉 所以我们认为说 不只是填海造地60几公顷 就是工业港有新的填海造地60几公顷 那还有那个航道跟回船池被开挖 那而且事实上即使是工业区 大家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到 这是当年的环平阶段的一个空白图 这时候他只是外面围起来 其实工业区的部分 里面还是水域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填好 在他的环平资料里面 他说那个LG除草13公顷 在92年就18年前 当时只填了2.5公顷 所以其实经济部说了说谎 说18公顷 不管是工业区也好 工业港也好 明显是说谎 那这是让我们对政府感到非常失望 不可以就是说政府要提供正确的资讯 你认不认同是环传的主张是一回事 可是给民间正确的资讯 这是最基本的 那再来这是给大家看 就是我从环说书里面结出来 如果大家有疑问都可以去查证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是说过去 台电终于有回复陈娇华委员 就是说他们告诉陈娇委员说 将来要丢303座城乡 那尺寸分别是 有的是16 看他的位置 有的是16公顷乘以16公顷 然后有的是16公尺乘以16公尺 然后有的是25公尺乘以25公尺 就是说是非常巨大的城乡 如果用人的比例词来看 这么一个城乡 人在上面是非常渺小的 在前年的 就前已经发生过一个意外 外有3个工人死亡 然后4个工人受伤 这么巨大的城乡 要丢303个在海里面 所以我们环团 这个时候会非常的担心 对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 但是网路上很多攻击环团的民众 都受到经济部的误导 误以为说只用18年前填好的地方 然后觉得环团为什么还有意见 可是明明就不是事实 你要对海洋做那么大的破坏 这绝对不是说什么18年前填好 你还有很大的破坏 那其实我们也很希望 如果照他们讲的 那你就停下你们宣称不存在的工程 政府把中油就把那些 只有18年前填好的 把那些他们宣称不存在的工程 全部停下来 那再来是说我们认为工程 工程还是在藻礁的区域 而且三个还是现在进行 刚刚海委会也有报告 那我们就引用海委会 109年度的生态调查计划的资料里面 其实他们的资料里面 就有去比较 就是说2020年2月初 跟后来的5月初 其实说它开发以后 其实有工程的劳动 然后调查复盖 事实上造成一些藻礁的一些死亡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这么环境这么敏感的地方 生态这么好的地方 全世界都在看的地方 然后你去破坏 事实上就是会对生态造成伤害 那再来我们还是要强调 因为我们过去被批评说 我们发起早交 公投就是想要支持核电 但是我们提案了 其实是很明确的支持非核政策 然后认为应该要选胜选长子 就是我们提交给中选会的公投理由 所以希望媒体 因为今天媒体很多 帮我们澄清一下 我们在公投理由书 是很清楚的主张 支持政府的非核减煤政策 而且我们也反对核四 核四是1980年上个世纪的规划 而且盖了也是三个世纪的工程 它封存那么多年 我们认为事实上 它要续建要花很多时间 跟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事实上 只是想要救藻礁 我们并没有顺带要支持核四 我们对核四的安全性 还算是非常的有疑虑 那我们过去一直被抹黑 说是支持核电 其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伤心 那再来是 为什么我们说 牵纸不但可以保育生态 而且也是处于支持非核减煤 因为政府既然说 蒸汽减煤是作为一个 非核减煤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过渡的措施 那我们就觉得 你要慎选接收站的场子 台湾不可能到处都盖接收站 每一个场子都要慎选 而大潭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在民国83年 东鼎还在跟中油在争取 就是说大家还在争取 那个大潭的供气权的时候 就那时候反正之前媒体就有报导说 桃园这边冬季海象不佳 潮沙过大 然后因为天然气操作日数太短 所以中油后来没有跟东鼎合作 那后来在过去环平的过程中 其实庄秉杰老师 庄秉杰老师是台湾 推动蓝煤转蓝气 然后改善控污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我记得他至少两次以上 投书苹果日报 然后都有提到说 关塘刚好是我们台湾海峡 比较窄的地方 那他认为这里 因为海地形的关系 风数很大 然后他认为说 这里是一个很不好的场子 甚至那时候 107年7月的时候 环平一度专业小组 建议把这个案子退回的时候 庄秉杰老师还解了一篇文章说 关塘在案的失败 是能源转型好的开始 他认为去慎选一个好的场子 事实上对我们国家 能源转型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认为说 从能源转型的角度 不能盖在这个地方 那本来只是学者的一个 根据资料的一个预测 但是在过去去年 可以看到 从去年 中游一再的发生搁浅事件 还有逃到台北港 躲风浪的事件 也让我们认为 这里就是一个 对该在这里 是一个错误的地方 去年3月 海上 就说中游 因为海上不佳 然后风浪过大 就出发生搁浅事故 那其实我们也蛮遗憾的 因为环平资料里面 本来有说 所会完全避开藻礁区 但是他这次的搁浅事故处理不但 刮除了0.58公顷的藻礁 但环保署他只有要求做阴影对策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处罚 没有依照环平法去开罚 也没有要求停工 这也是让我们感到 对于环保署的行政 后续的行政监督 环平监督感到很失望 明明可以要求停工 或是要求处罚 结果却只做阴影对策 再来是去年3月是无动力船搁浅 就三条线线断览 11月则是有动力的船也搁浅 这风浪这么大的地方 一天到晚搁浅的地方 如果政府真的很重视我们的天然气供应 怎么可以把这么重要的设施 盖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而且我们那时候去年8月去参加 在东平8号的相关的环平平的那个审查会议 然后拿到了会议资料 看到去年的6月7月8月都跑到台北港躲风了 一天到晚跑去台北港躲起来 为什么还要选在这么糟糕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很质疑的地方 那在我们认为政府就三阶对能源的影响 事实上有说辞反复的情形 这是去年12月15号 蔡碧如委员在立法院办的一个公庭会 当时大家就追问 到底三阶会影响备用容量率多少 当时台电的总经理是亲口说是影响2.4%的备用容量率 那其实大家如果回头去看 在那个三阶在环平的时候 大概那时候9月就环平还有通过的时候 就是说在三阶环平通过之前 其实那时候中油曾经有说 说三阶影响备用容量率2.5% 然后在不久之前去年12月才说影响2.4% 结果藻礁的公投联署冲起来之后 政府突然改口说影响6% 但我知道每一种算法可能都有它的计算依据 但是我们是有点怀疑 你以前讲2.4% 不久以前讲2.4% 两个多月前讲2.4% 然后看到民意希望保护藻礁 突然讲6% 然后说要烧很多蓝莓 是不是有过度夸大 那个6%跟2.4%的计算 6%是不是有比较膨胀的一个嫌疑在 是让我们感到非常质疑的 那再来是另外一个让我们也觉得有点反复 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一些网友在脸书上讲说 其实大潭本来就有海管 那为什么不用海管输气 然后去存在储藏 那经济部马上又做了一个图案跟大家说 有网友说是不是可以用海管输气 然后人家问海管 他就讲路管说路管只有26寸 不是网友说的36寸 那媒体也帮经济部澄清 那可是到底事实上 中游自己的记刊 其实他们确实 台中大潭的海管就是36寸 那我认为政府不应该这个样 就是说这个也许 人家问36寸 有说有36寸的海管 然后你就讲说路管是26寸 也许讲的都是事实 可是我们觉得有点问A答B 然后故意误导混淆视听的这样的嫌疑 那再来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我们认为三街签纸 事实上还是够用的 就是说大潭电厂其实到107年的时候 就已经七部机组都在运转中 现在没有三街 可是七部机组都可以运转 代表大潭三街干或不干 其实只影响未来新增的两部机组 也就是对 所以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再用三部机组 来告诉我们缺很大 那你其实 然后我很快的讲 那过去林泉院院长 因为环团的人比较少 尽快讲 然后再来是说 过去那个林泉院院长的时代 他们有就曾经有在立院质询的时候 林泉院院长就说 其实被用 根据台电的资料 只要7.2% 事实上就是不会缺电 就说如果太多 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超过15%是一种浪费 所以 事实上我们在探讨 会不会缺电 我们认为应该是 超过7.2% 应该就知道不会缺电 也不需要把 说什么 我们要用蓝梅来取代 烧好烧满 事实上高于7.2% 就可以不用缺电 那我们来看 这也是这份资料 这个简报也是在去年 12月15号立法院的工厅会 经济部提出来的资料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份资料 经济部自己说 是已经考量GDP 未来大型投资案 台三回流 然后电动车政策 气温变化等 各种可能会增加电力需求的一个数字 他们当时算出来到2025的时候 备用容量率 他们预估是17.1% 那我们知道法定的目标值是15% 所以如果是以台电那天讲 台电总经理那天讲的2.4%的话 事实上扣下来大概是14.7% 他法定的目标值一点点 那就算用经济部 后来我们认为比较浮夸的6%来算的话 扣起来也是还有11.1% 通通是大于7.2% 就说我们认为 就算三接没有 就算找不到替代法 我们都认为 以既有的这些容量来看的话 事实上是不会有缺电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甚至过去 那个赵家伟博士 他也有分析过说 如果大韩电厂 就说他不要 尖锋用电的时候 他不要满载发电 他稍微降载一点 他只发90% 那他影响就会小一点 就是他会只影响1.6% 这样到那个 到2025的时候 事实上还是会大于15% 那我觉得政府也应该 把这些纳入评估 就是你不能说就是全有或全无 也许是大韩电厂 不要满载发电 发少一点 事实上很多 有时候为了空污 有时候也会要求 蓝莓电厂降载 所以你不要发到百分之百 发到百分之九十 然后影响少一点 但我们也不会有 任何缺电的问题 然后也不需要 破坏这么珍贵的生态 那再来是过去工研院的 院长也有讲到 台湾一年八千多小时 只有两百小时 是尖锋用电 事实上大概只占2.5的时间 那他就认为说 其实你不用一直盖发电厂 而应该要透过除能 节能 或需量反应的方式 你就好好去处理 那两百个小时的需求 而不是说 都要用最大化去计算 然后把它用到满 其实你可以好好去想 那尖锋用电最高的那段时间 你要怎么去调节它 而不是只拼命的盖各种设施 那再来是 我们其实现在政府的 就是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 事实上是有温室气体减半的目标 然后如果你要达成这个目标 未来天然气 就是短期是蒸气减煤 长期天然气也会降下降 然后我们认为接收站 未来有可能很高的比例要闲置 其实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牺牲藻礁 那就是我们的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 然后可以看到说 法律要求说到2050年的时候 是要降到50%以下 然后现在政府部分党派 大家立委也有这样推说 未来要跟上国际的脚步 要可能会推2050年净零碳盘 如果这样的话 减碳的速度可能又要更快 所以会减少的更多 那其实中研院他们过去 也有做过台湾的深度减碳的政策建议书 当时也有讲到我们这种 那我就说减碳如果不积极的话 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经贸活动 而且也有提醒说 能源转型是要考虑 那个长期的减碳目标 然后当时他们有做一个建议说 要从低碳经济的观点 全面的检视 现行跟规划中的能源设施 包含天然气的接收站 这些妥事性 来降低或避免擱置资产 所以因为其实这份报告 是集结了很多专家的心血 那我觉得政府其实 应该去思考这些面向 那台大风险中心其实也有做一些类似的讲到 探索定的一些问题 那再来是工研院的一个分析的资料 那时候他有分析说 考量技术跟节能 技术的那个 节能的减力跟那个低碳的目标 他其实是有建议说 年最好是年均 减力的那个成长 最好是年均0.6% 但他是建议一个比较低的数字 那他有估算说 如果你要达到那个减碳的目标的话 他认为说 大概蓝气在2024年会超过蓝煤 然后到2050年会达到峰值 之后慢慢的下降 也就是我们现在 为了短期的蒸气减碳目标 拼命狂盖天然气的设施 那有可能到未来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往下降 那其实是这种浪费 那台大风险中心的那个 赵家伟博士 他有讲到说 如果要达到法定的减碳目标 2050年的时候 可能会有4成的接收站在闲置的状态 那如果要达到碳中和目标 2035年就会有4成闲置 到2050年是6成闲置 所以他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盛选天然气的场子 然后要对生态冲击 选择一个最小化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次我们认为 应该要立即停 就像刚刚讲的 政府一直对外宣称说 没有新增的田区 没有新增的田区 那你就停下所有的海上工程 不要再继续做你们说 宣称不存在的工程 待会各位委员 如果去现场看一定会知道 他明明就有海上的工程 然后那个工业港也还没有整个找出来 我们真的是很希望赶快停下来 然后现在就开始想替代方案 那民间其实105年11月的时候 就已经提报过自然地景 我们提报了4年了 结果连审议程序都没有 完全把我们搁置不理 完全不理我们 一直到现在有公投 政府才开始思考这些事情 那我们认为说 不要再偷懒了 至少至少 启动自然地景 审议程序 来讨论一下 要不要画地然地景 那也让未来公投的时候 大家有一些依据 那依照文字化资产保存法 如果进入审议程序的话 就是暂定地景 会有大概有半年的一个保护的期间 也可以让我们 我们3月18号 这礼拜会去送件 然后到公投之前 我们需要这段时间 政府一方面去研究 他到底是不是有保护的价值 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公投 是有意义的公投 因为如果说 能够暂时停工 让这个生态环境 有维持的机会 交代公投 如果大家决定要把它保护下来 就不会说 一边大家努力的投票 想要把它保护下来 可是等到投票的时候 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 那甚至这个是 如果地方不作为 中央不作为 大家都不作为的话 行政院依照法律 也可以依照110条 跳出来做 然后再来是 其实以前 台湾市政府自己也有说 这个地方是什么 有数千年的历史 应该要由农委会 化为国定自然地景 就是推卸责任 但是地方不做 中央也不做 那再来是 以前农委会 曾经有委托中研院的一个计划 当时那计划 他们是建议 中研院的建议是说 应该要把 既有的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区 扩大为 南桃园 藻礁生态系野生动物保护区 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整个三街 它的开发的范围 就是紧贴着 既有的 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区 那刚中研院的代表 也有去 讲到他们过去做的研究 这野生态非常好 是应该是要把他保护下来 那他们以前曾经有建议把他扩大 保护区扩大 那我们也希望 那个郑文燦市长 就不要只是说 自己做了很多事 你其实马上就可以 发挥功能 你就自己宣布 把它扩大为保护区 或是把它化为自然地境 立刻就可以救藻礁 不用等到公共 你就可以救 然后过去在那个 就是说 中游也曾经自己公开讲说 如果这边被化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他会把他开发的范围剔除 所以真的是 可以马上就救藻礁 谢谢 非常谢谢翠律师 那我们 潘老师是不是也帮我们报告 谢谢 各位委员 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 因为过去我们 开了很多次的记者会 也没什么人听 那觉得整个的过程呢 就是人民不断地呐喊 程序造走 藻礁继续破坏 那今天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一切摊在阳光下 见请召开听证会 好 下一张 这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生物 这个刚才我们中研院的那个陈主任呢 也已经做了许多报告 那我的报告有很多是跟 蔡云 蔡律师是重复的 那等一下呢 重复的部分呢 我就跳过去 那这是 藻礁需要保护的理由 太多 太珍贵的资料了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下一张 那这个是 世界海洋保育组织 把这里画为 东 东亚的第一个希望热点 下一个 那保护法源这个 刚刚蔡律师已经报告 我就不谈 下一张 我要强调的就是 藻礁保育失职 一直都不画保护区 刚刚蔡律师她提供的是 105年11月的资料 其实我们在104年5月26号 就已经向桃园市政府申请 化为文资法的自然纪念物 其中还包括 绿色隧道的9公里 如果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在接到民间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启动 这个审议的程序 那后来我们就看到 下一张 整个的过程呢 我们有很多的 来来去去的公文 我们有把它列表 我们发现了 地方不作为之后 中央也把皮球踢回给地方 就是不断的踢来踢去 就踢到怎么样 踢到最后呢 观塘三阶开发案 就堂而皇之地 进入了我们的环平 可以吗 可以这样吗 没道理啦 下一张 再下一张 踢皮球 最后护送这一个 开发案进入了环平 下一张 这是柴山多杯孔珊瑚 我说 就算进入了环平 2017年的6月 发现了柴山多杯孔珊瑚 你保育机关 也应该要画出这一个 一级保育类动物的 野生动物保护区吧 也不画 所以我们就看到 环平继续冲 下一张 嗯 那时候环平 怎么样的不把关呢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专案小组 在2018年7月3号 他们经过了一年多的 评审 最后做了一个 退回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 结论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看下面的粉红色的 那个区段 港湾的开发以实质改变环境 在水体物理和化学因子 有重大改变情形下 对藻礁生态是有重大的影响 那这后面其实就是告诉 开发单位 这里你不能开发 而且强调的是工业港 不是现在呢 我们开发单位一直在强调 什么232公顷 缩小到剩下23公顷 这回事 再往下看 那后来我们知道 虽然7月3号 专案小组退回了 可是8月底 当时的院长 开始隔空喊话 然后下一章 还评是这样的方式过的 很多人现在在质疑说 为什么民间委员不出席呢 你民间委员通通出席的话 是不是官方就变成少数 不是的 民间委员也可以配合官方演出啊 关键就是这样 好 下一章 这是欢平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聚集这么多的伙伴 来关心这个议题 如果当时都按照法令的规定来做 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件事情伤脑筋 这个过程牺牲了多少的社会成本 下一章 好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下一章 我要再强调我们从来没有反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我们只是反对你把它盖在国宝局的地景上 尤其是后来资料也出来了 林务局给了中研院团队做出来的资料 也是说要保护 并且把关心藻礁和北边的白玉和中间 金华部分的大潭藻礁化为核心区 一起来化作南桃园的藻礁保护区 也没有受到重视 下一个 那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这其实刚刚蔡律师讲过 不过这是当时的报纸登的资讯 民国83年中油董事长张子元 他就已经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大潭这里的海上不佳 潮差过大 天然气卸收日数不足 拒绝和东顶合作 2003年 当大潭电厂的天然气供输权是中油得标了之后 中油也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不然他就近就买了就好 那现在变成是唯一的方案 找一个过去认为最不好的地方 来做唯一方案 背后大家不觉得有怪怪的吗 下一张 这个是专炳杰老师 用图片冬天的锋利大小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非常不适合 再往下看 那其实天然气只是一个桥节的管理 它未来是要逐渐的缩小的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设施将来是要闲置的 既然都会闲置 为什么不挑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去有效的运用呢 下一张 那其实在2018年2月1号 因为柴山都被拱珊瑚卡了环平 我们的经济部长说 来不及了 但是来不及可以用 调度面解决 中油有很多的调度面 但是他不告诉你啊 急了就有调度面 我们说也许 今年如果真的是公投过了 他们的调度面就会出来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 国家的风险管理 对于这么重大的建设 我们曾经在去年的工庆会上 请问中油公司 如果公投过关 你们的因应方法是什么 他只有一句话回我们 那我们就没办法公气了 这个叫做因应方法吗 我们人民能不生气吗 下一张 这个是他们给我们的资料 在我们106年8月30号的台电 副总经理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看看整个天然气到2025年 一点都不缺 把大潭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 每年600万公吨扣掉 我们还是非常充足啊 A-B等于2670 还是大于C 就是当年的需求 我们大概还多出300万公吨出来 不缺啊 不缺为什么要买藻礁呢 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再看一下 这个是当年的可信性评估报告 2014年的10月出来了 它里面就有替代方案下面 明明写着替代方案台北港 那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一份可信性评估报告 我发现那个评估报告里面是刻意的把灌糖灌水灌成醉油 其实所有的条件是台北港最好 那灌成最好 最后呢还是死也不愿意换到替代方案的台北港去 那这个过程有什么问题 再往下看 我们听听这位能源办的委员怎么说 帮我点一下然后有音响声音出来 好我们到这里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环平进行过程中 要去台北港还是来得及 也不愿意启动 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 这里是唯一方案 后面没有鬼吗 下一个 这是原始方案 最早的1998年 1999年通过的东顶的那个案子 那是整个通通都是 包括现在的观塘工业区下面 包括有石化区之类的 那个是最原始方案 好再下一章 可是在19 不是2016年的时候 其实中油公司已经来我们找我们 知道说藻礁应该保育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77.2公顷的方案 那个时候是马英九主征 小英还没有上台 因为他虽然选上了还没有上台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呢 都是一直在骂国民党 马英九时代 从232公顷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下一章 那当时呢 我们的政府通过了之后 就是用这些方式 就不断的强调 232 然后变成23 那前朝怎么样 我们看下一章 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历史 1999年7月通过的时候 中央是李正辉总统 第一方是李秀莲县长 那之后呢 在2016年4月 马英九总统 郑文蔡市长 那个时候已经是77.2公顷 中油公司 不知道现场有没有 有没有一起到我家来的 你们心里有数 不要再冤枉人家 好不好 那最后 状况大家知道 现在的开发面积 工业港 913公顷 这是还评书上的 下一张 那 其实刚刚蔡律师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工业港 你看到外面的回船池 你看到那个LNG航道 我们现在看最右边的一个文字部分 开发面积将来会破坏多少 光是郡蛙 環皮书上写的就是248公顷 然后外海田区 21公顷 ABCDD那个地方 然后呢 马蹄 海堤要做 湛桥要做 那个湛桥等一下 我们到现场现看就可以看到 他那个湛桥的桥墩 那桥墩一定要去打下去嘛 那打在哪里 就是打在藻礁上啊 我们待会现场就可以看到 他们就一直说 没有对藻礁造成伤害 明明有外海的田区 他就说 我们没有对藻礁造成伤害 一直用这样的方式 来洗脑国人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啊 我觉得一直都不愿意对话 甚至包括内听证会也不愿意开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听证会 说实在这件事情很难真相大白 如果不能真相大白 那这个社会永远都在争吵之中 好 下一张 这个刚才 蔡律师说过了 我就不谈 好 下一张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好 现在提到了 说第三阶搜站周边水下 有没有藻礁 有 他们一直想要证明这里没有 或者是没有生物 那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一个台大学生的论文 在2016年出炉的 他告诉我们 桃园的藻礁呢 从海岸边一直到往外海 三到五公里都是藻礁 当然我知道里面可能有一些 早期留下来的珊瑚礁 或者是礁错生长的 但是这个资料是非常确实的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他的资料里面的 下面的那条红线 向海延伸的范围至少五公里 都是礁体 如果是礁体 不是珊瑚礁就是藻礁嘛 再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中游自己还评书里面的资料 上面的 给我 这个框框里面有很多的小黑点 每一个小黑点呢 都代表中游公司他们请来的 专探单位 把它专探出一个一个的 言心 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小黑点 就代表那个地方是有交替 没关系 这个就是一点一点的交替 那就表示往外延伸 横的你看通通是交替 往外延伸一直到港外 都还是交替 证明台大的那个论文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藻礁就是由沿岸向外延伸 三到五公里 甚至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看过大潭电厂的地质调查报告 大潭电厂的地质 那个厂区的下面 也就是内陆里面 也都还是有藻礁地形 表示从前呢 我们的藻礁就很早就发育 后来我们陆地抬升 陆地慢慢地延伸到外海 所以藻礁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应该要留下它来 好 下一张 那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蔡律师提过 这个是图题效应 下一个 那我也要说一下郑文燦市长 他一直说我们是移花接木 他说2012年9月27号 跟我们签的是关心藻礁 所以认为今天他要保护大潭藻礁 不是他的责任 可是各位看下一张 2014年8月14号 他跟我们一起开记者会 然后他自己另外再开记者会 他就有强调过啊 我们希望说自然的地景也能够 暂时指定为自然保留区 这是他说过的话 可是他上台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样做 这是我们对他失望的地方 好 下一张 我说还有更儿戏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下一张 如果真的是担心大家 吸那个煤炭烧出来的那种 脏空气 我们会希望要用燃气来取代它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高原电厂的 它就是燃烧天然气的电厂 它的产能140万m瓦 比深奥的两个机组还要多 可是105年到106年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资料 我们看下一张 到107年的时候呢 你看到103年的高原电厂不见了 可是深奥电厂留下来了 为什么 没道理吧 这个才是真正的恶性能源政策嘛 应该是要留下高原电厂 深奥电厂你就不用干净的煤去烧了不是吗 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于资讯不够公开 人民要求求得真相 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机会 所以听政制度 包括我们的土地正义 都可以在这里面去真正找到我们台湾永续的未来 最后一张 这个是早上的图 这个就不算了 临时弄上去了 下一张 我最后还是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诉求 问题很多 但是呢 能不能开听证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让真相大白 让台湾真正走向永续 谢谢大家 谢谢潘老师 非常好 我看有提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政府跟環团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是不是只有用18年前填台造入土地 有关自然地景審议的这个进度 然后备用电力的趴数是不是足够 然后到底会不会缺点这些问题 那今天因为也有很多很多政府机关到 那也有很多委员到 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 那提了这些问题 我们我们还会再回去您说的开这个公听会 那这个 现在我们就先让 因为我们在场好几十位 好几十位 二十几位委员到现场 我们先让委员来先 简单的来问 问一些问题 那 佳华等一下 湾安委员 谢谢 好 谢谢招伟 还有潘老师 我们行政部门各官员 我想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大家藻礁的议题 那既然各部会都有提出相关的书面报告 那我想先厘清几个真点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经济部的书面报告 第三页 应该是 就翻开来的第一张 就是施工中的三接 那下面有几个大字 回避期待修正方案没有新增填区 那刚刚其实大家就这个真点上面有很多讨论 到底有没有新增填区 因为经济部一再的说法是没有新增填区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环保署的书面报告 第四页 第四页 在工业专用港区 前后对照表里面 的第四栏 填地面积 变更后 就有21公顷 環保署 你的顺便号就说有21公顷的 填地面积 内政部营建署的报告 第四页 第五点 外扩防波堤 码头后线及海外填区 海外填区 总共的面积就有62.4公顷 再加上 刚刚環保团体也提出来 事实上就是有相关的填区 所以如果经济部你在今天提供给立法院 我们考察的书面报告 还是说没有任何新增填区 那到底是哪一个单位在说谎 如果是说谎 就请道歉 跟人民道歉 跟環保团体道歉 因为工业港区 既然总水域面积开发913公顷 然后 内政部 你们的资料 说最后变更后 剩811公顷 811公顷 所以经济部你们一直避重就轻 一直讲说232公顷 缩减变23公顷 你们都一直居现在所谓的工业区 但是事实上 包括刚刚几个其他部会 都强调工业港区 工业港区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不管是你要设码头 防波堤 挖航道 船舶回展石 这些总开发的海域面积913 然后如果开发下去破坏会有多少 刚刚潘老师也讲了 大概都有近300公顷 为什么这一部分一直在经济部 你提供的资料里面不愿意提 好 所以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 今天台电代表也有来 我们其实也一再质疑就是 去年12月的公听会 台电也强调 如果三接不盖 影响的备用容量率只有2.4% 就在过年后发现 我们共同联署高达50多万联署输的时候 即将成案经济部长出来说 三接不盖的备用容量率 会降6% 2.4%到6%是非常大的落差 如果说可能计算方式不同 那你计算的方式跟基准 也差太多了吧 那是不是可以请经济部 今天借这个机会 说明清楚 好那以上三点做一个说明 接万安委员 那个62.4公顷是营建署的 然后21公顷是中油说的 那哪一个单位可以说明谁是正确的 那个数字也是你们提供的 万安委员的这个问题 营建署这个62.4是正确的吗 目前这个资料是配合环平 配合什么 环平的审查的结论也是62.4 所以这个 包括那个外国防波堤 马头 以及外海天族区 我有看到这个图 就这个图 所以 田区这里62.4公顷 可是为什么那个谁 一直跟我们说21 这是哪个单位 那个是中油吗 那中油为什么一直跟他说21公顷 提防那些 对对对 但是我看到这个图 好像这个比例也不到对 如果21的话这样子 如果这个是21 那64怎么会是这样子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这块绿色的是21 那61怎么会是这样子 这个比例这样 没有关系 不管是21公顷 还是内政部所讲的64公顷 64公顷可能包含就是防波堤 码头等等相关的设施 那环保署它是说 田地面积的话 可能就是单指 那个21公顷的部分 但不管怎么样 也不会像经济部所讲的 没有任何 田区 所以这部分 我想进一步 如果真的有田区 你就把这份报告重写一份 然后测下你网路上面 所有有著名 没有任何行政田区的文字 然后把你所有 送到立法院的公文书 全部重写 不要再写 没有任何田区 不要再说谎 不要再欺骗民众 不要再误导大众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调查 有任何调查 没有任何调查 那准备的人 有任何调查 我們在說明,我們在說明工業區開發案的時候,因為我們著重說明的第一個部分是,其實我們看到國人非常關心,尤其是我也知道就是環保團體在整個連署過程裡面提出來的這些照片,是那些粉紅色的藻礁,我想經濟部需要澄清的第一件事情是,這些潮間帶上, 這些粉紅色的藻礁,事實上我們沒有去開發它,我們用的,我們用的,我用把它說明完畢,我們用到的是原來就填好了,包括其中8公頃是溫排水,我們不是去凍那一些我們看得到的藻礁,我想這是確定的第一點,我想這一個中油的整個簡報在製作裡面,提到說回避, 替代方案沒有新增田區,這是在講,工業區的那一個開發案 工業區啦齁,就是你的範圍在變成公業區 實際上工業區的討論在環評的時候,也有一些討論 我們現在要先說明的第一件事,我想說今天有生態的專家來載,那包含剛才中研院的報告裡面,也提到了,柴山多北孔珊瑚,這個保育類的動物,它在離岸200米以內,我想說剛才那個,那個陳主任的報告裡面大概有提到,就是它有一個尺 它大概在,保育類動物,我先講保育類動物,就是大家關心的柴山多北孔珊瑚,是在200米的範圍,離岸200米的範圍內,有發現,我們的港,都在離岸200米的範圍外 我想這是要說明的,這是第二件事情,那至於說水下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其實是今天的真點 那也是整個環評進行過程中,因為環評在2017年開始,比較多高密度的討論的時候 一開始的真點,是陸地上這些藻礁,尤其G1區有沒有生物多樣性 緊急部,後來是肯認的,對於潮間帶上的藻礁,我們沒有argue,我們覺得就應該退 我們也退了,我們退成剩下既有的田區的13公頃的陸地,8公頃的溫排水渠道,那是都做好的 再加上2公頃的道路,剛才照片上提到那個13公頃的陸地,上面有水,那個不是海水 那個是已經做好的田區,那是做好的田區的积水 我還是要把這說明那個委員,可不可以讓我把這事情說明完畢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先把真點,重要真點擺出來,看看是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是經濟部同意中油的這個開發案,沒有在潮間帶上,新增任何的田區 那委員您關心的是說那延伸出去,延伸出去的港口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是離岸的港,這是1,2是在環評審查裡面,有在向外退,退了20米 那在計算上面,這些防波堤的面積,那個剛才營建署都有統計給各位看 這是防波堤的面積,我們現在的爭議是說 如果環保團體,藻礁團體是跟經濟部有爭議,水下的礁體 這個水深10米以下的礁體,它有足夠非常非常高的生物多樣性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驗證這一個事情,我們可以針對水下礁體的生物多樣性 來做了解跟討論,這個我們沒有拒絕這件事 我們下海,我們那個到水下派潛水人員到水下拍照 看到的狀況,是它大部分的地方被沙埋 被沙埋,所以它是有歷史留下來的礁體 但我們沒有看到非常豐富的生態,這是我們的說法 我們一向對話,我們也就是這樣子說明 我覺得這兩塊要分開來釐清 如果我們要再釐清後面那一段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我們就來釐清後面那一段 市長的意思就是說你們聽見 市長的意思就是說你們聽見 不是,委員不可以這樣解釐 我覺得我講的話整段都在 就是水深10米以下 要保護嗎?沒問題 水深10米,這是兩個案子 那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交替 有交替,我們沒有否認有交替 那這個就是需不需要保育嗎? 你剛剛會這樣說嗎? 那個,委員會,那個交替是十字邊的 十字頭啊,交互 就是交本身 交本身它可以是一個生物的環境 它本身不是生物 那它會不會有交替 它對於當地 那個交替所產生的 多少生物多樣性等等 生物的狀態是怎樣? 沒錯,這個我們派水下攝影下去拍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它被沙覆蓋 不管是珊瑚或是藻礁 需要基底來,需要基子來附著 來繁園 那我們看到的是因為是沙 所以很容易被飄走 這是我們看到的現實的狀況 如果說這個生物多樣,這水下的十米深以後的生物多樣性 需要做更進一步的理清 我們沒有反對 對,所以也是要去調查看有沒有這個 然後才決定要不要保護 應該是這樣說是嗎? 那個 主席 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還有別的委員還要發言 確定是先確定有交替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看到說五公里 五公里這件事情也需要驗證 也需要驗證 但是你剛剛說工業港區沒有問題 工業港區水下有交替沒有問題 工業港的那個範圍內 對,確定有交替 我們沒有反對 好,沒有反對 先確定這一點 但是委員我還是要這樣講 因為不能斷在這一點 如果這應該是一個鬥號 就是交替後面 是不是有生態的狀態 要不要保護還需要研究 有沒有生態 對,有沒有生態多樣性 他的生態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需要再進一步驗證 因為我們拍到了水下的狀況 我們看到 他在生物上面 沒有非常豐富的生物的狀態 沒有豐富的多樣性 你們拍到是沒有豐富的多樣性 你的意思是這樣 好,主席 他說斷點不要在這邊 我也不希望斷到這邊 所以我要回應他講的話 因為水面下的海象 你們沒有辦法掌握 你們去拍攝的就是整個是沙體 你知道嗎 珊瑚就是因為有沙體 所以長不好才會變成藻礁 所以你必須要去了解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整個海面的這個海床 這整個海床的上面 你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對整個海面下的一個整個 生物的保護區這個地方 還是傷害的 我們才希望說 你如果真的要保護藻礁 就異地去興建 要不然這樣子的話 整個生態還是受到你的工程 你之前前兩年的時候 你的工程就已經 那個工程船就已經破壞了整個海峽 而且也讓我們的工程船 對這支藻礁有刮處受傷的情形 這些都是你們中永都有承認過的事情 好,我們請陳焦華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工部們朋友 還有各位環團朋友 我想因為這個案子 我從三四年前就開始關心 然後也研讀了環評資料 還有內政部的土地審議資料 那就是說 在非常多的爭議之下 環評就通過 所以說剛剛潘中正老師 一再強調就是要召開聽證會 因為有非常多的專家 認定這個工業港的開發 工業港的這個田地的這個範圍 的確是會影響到藻礁 甚至也會影響到G1、G2 這個重要的這個藻礁區 那在環評最後一次 最後兩次的時候 我發言就是舉出台電的這個證據 就是當時的中油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工業單位 一直說 只要保護關心工業區就好了 但是那時候的這個證據 已經顯示關心工業區的這個保育範圍 其實那些生態已經破壞了很多 那主要是因為大潭電廠這個突體效應 所造成的 那今天呢 在有關替代這個部分 就是說 假如公投通過 公投通過就是說 不做這個三接 會有什麼樣的替代 因為經濟部一再強調 要多燒煤 要多燒煤 那因為我長期擔任六親的監督委員 我也知道在89年10月2號 環評會通過六親 一個600百萬瓦的天然氣的電廠 天然氣的電廠 那我在當環評委員 監督委員 六親監督委員的時候 我一直問 為什麼六親你不蓋天然氣 因為環團表示 大家表示六親燃煤太多 空氣污染嚴重 六親只是說 因為他的用 他的電夠 所以不做天然氣 所以假如今天 六親在89年10月2號 就通過天然氣發電廠的環評 今天呢 他只要再做環差 再做天然氣接收站的環差 因為他工業港已經有了 所以他不需要再做工業港 所以比照觀塘這邊 還要再做工業港 工業港還會危害到藻礁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認為 我個人認為 在我多年來一直去push 去要求六親趕快做天然氣 這個發電的這個部分呢 我認為天然氣發電的這個電廠 還有接收站呢 絕對是可以替代 但是我的替代並不是說 六親這個工業港的接收站的氣 一定要送到觀塘 也就是說只要六親他減煤 六親他的天然氣發電廠做好了 他減煤 整個燃煤的佔比就不會上升 這樣子也可以改善中南部的這個 這個污染還有燃煤的這個用電量的比例 所以今天呢 在這裡就是希望工業經濟部 希望經濟部趕快接洽六親趕快做這個天然氣 因為他環品已經過了嘛 所以這個部分絕對是可以做觀塘三接的一個替代 我的我在重申我的替代不是說氣一定要拉到觀塘 只要中部中南部這邊燃氣的比例上升 這樣子絕對就不需要新建三接 這是我的意見 以上謝謝 關於大家關心的就是我們這個 目前我們在2015年就是說 之前原規化方案環品通過的 這個總共是232公頃 那後來現在已經縮小範圍剩下23公頃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其實不論是環團或者是 現在我們民眾聯署的 要公投的這個方案 這個推出來好像就是這個沿岸的這個部分 就是工業區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工業港的這個部分 到底會影響多大 對這個藻礁到底會影響多大 我不知道說 我們這個環保署或其他的單位 是不是有針對這部分 有去跟環團也好 或跟我們的大眾做一個說明 其實大家關心的 我們剛剛工業局這邊已經說明了很清楚 整個會影響的這個工業區的部分 已經範圍已經縮小了 那我相信這個影響的範圍應該是 這個縮小的很大 就是說已經變小了 所以影響的範圍 那G1跟G2其實也都完全沒有去動到 所以有藻礁的這個部分應該是完全沒有動到 那有動到就是原本有填土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說 一方面要讓我們的社會大眾了解更清楚 要不然就是有時候 大家不是了解那麼清楚的話 含糊過去 那大家都是在這個模糊當中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請那個次長再做一個說明 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看縣長 我們下去還有五位委員 謝謝委員 我想說剛才針對委員的提問 我把一次做綜合的回答 我再強調一次經濟部剛才的說明 就是不斷的在社會上呈現的 我們去破壞那些粉紅色的藻礁 今天要做一個釐清 我們沒有去動朝間帶上面那些美麗照片的藻礁 如果在水深10米以下 那個拍起來照片混濁的狀況的焦體 也會影響 那這個需要科學的討論跟科學的證據 好我想說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那個我 因為陳老師你長期都關心環境的問題 我要說一件事 賣療至今為止 不管是天然氣接收站或天然氣機組 都還沒有送環評 並沒有環評通過這件事情 我要再強調一次 今天媒體報導這件事 台塑公司也是正準備要提出 還沒有送進環評 所以沒有環評已經通過這件事情 謝謝 我想說這個一定要澄清 OK 謝謝 來 那個天然氣發電廠環評89年 我剛剛已經跟你說 我這邊有資料環評結論 是你不知道而已 怎麼說沒有 我是說天然氣發電廠 有機組證已經在蓋了 明年會陸續開始蓋好 2324都可以上線 他現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天然氣的接收 賣療遇到的是一模一樣的問題 可是賣療已經有港了 你觀塘還沒有港 你還要花一千億去做一個港 這怎麼這麼合乎經濟效益呢 你觀塘這邊根本不需要做這個港 所以我要澄清的是 經濟部也回應我們樂觀其成 也願意協助對於能夠減排減污 我們都支持 我們也願意幫忙 但是在時程上面 這兩個沒辦法連在一起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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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想要先有離棄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不管媒體上 在網路上看到我們的這些 對環境保護的我們的環團 他提出來這些 藻礁 它是在G1區 基督區 還是在外海 這第一點 那 第二點就是說 他們現在我們在網路上所看到的 這些藻礁的礁體 我們是有保護下來的嗎 那第二點就是說 外海有沒有藻礁的 具體證據 有沒有 那因為我想我是在學科學的 那我希望可以看到科學的證據來做一個 的論述 那我相信我們在場有這個 這個陳研究員 陳國勤研究員 他對這個生物多樣性他有很豐富的研究 那我相信在 內海跟外海的這個藻礁 珊瑚礁或礁體 有什麼不同 然後他的生存的條件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外海那邊跟我們 跟我們看到G1 G2區的藻礁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 在外海那邊我們必須有一個證據來顯示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政府單位 跟我們這個環團是不是都可以 共同有派人做一個共同證據的一個蒐集 來做這個論證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一個問題 那他第一個問題我請那個 市長回答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礁體 到底是到底是在哪邊 那他有沒有被保護下來 重點 藻礁啦 藻礁是在哪邊 那個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這一段時間 不好意思 這一段時間 網路上也好 媒體上也好 報導了許多粉紅色 拍起來紅色的藻礁 這些在潮間帶 今天經濟部的報告非常清楚 跟各位說明 你們看到的那些照片 我們都不會開發 所以就是在我們 我再說一次 G1 G2區 我們看得到G1 G2區也好 關心也好 甚至有部分照片是白玉也好 我們不會開發 我想我這一點我一定要說明 今天如果這個考察 能夠先釐清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更進一步我們也同意 今天不管是潘老師或蔡律師 提到說水下10米以下有沒有礁體 我們也從來沒有說過 他沒有礁體 我們拍到的照片看到的是 他被殺覆蓋 那被殺覆蓋他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的看法是沒有很豐富 那如果要確定這件事 我們也可以來處理這個 我想這樣 就是我們G1 G2區 都是確定他有生物多樣性 然後他要找礁在 那我們沒有去動他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外海 我們在那個做那個港口那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 會有去 去共同去結合 下水去看看到底 大家 大家一起看到才有 對啊 我覺得要看到才有證據來說明說 那邊是不是有生物多樣性 如果有我們還是也要保護嘛對不對 這個我們潘老師說 他也想表達一下意見 針對剛剛我們 次長說的 麥克風 我這裡呢 要 我們說這個是粉紅風暴 當然指的是我們看得到的部分 是能吸引我們眼光的那個叫粉紅風暴 也就是 殼狀珊瑚藻呢 他在旺盛造礁的時候 旺盛成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片的紅色 但是不代表說只有這個紅色的需要保護好嗎 代表的是 只要這個地方是一群的礁體 他就是一個多孔系的環境 多孔系的環境叫做海洋生物的育嬰房 這個育嬰房 當然就是他整個生態系 從沿海一直到外海 有多少 我們當然就是保護下來 比如說 大寶礁 我相信也是靠海岸的部分 它的生態會比較好 它靠沿海的部分 它的生態就比較差 你會說 靠沿海的部分生態比較差的地方 我們就不用保護嗎 不是 藻礁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當珊瑚長不好的地方 它才有能力去搶這個地盤 所以在地質上 它就有非常特殊的意義 各位可以到農委會 林務局的那個 自然地檢還是什麼的網站上去看 藻礁不只是生物多樣性 它還具有地質的科學上的價值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外海有藻礁 它就具有這個科學價值 應該要被保留 那在生態上 它當然就是一個生態系 這個生態系 你外圍破壞了 它當然影響到裡面這一邊 所以你的外海的那個防波堤 4000多公尺的防波堤 一足了之後 外海那邊 垂直流過來的部分 很多餘樂就上不了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的生態 就會被破壞 我們說為什麼專案小組 會把這個案子退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它的理由也是說得非常清楚啊 你做的這個港灣 你做的這個港灣 就是會造成這個地方的 不管是生態 珊瑚礁 藻礁 的嚴重的破壞 才退回嘛 這部分還有什麼爭議嗎 最後通過一直強調 是講觀塘工業區 我覺得不對啦 方向都錯了 是大家對這個漆地有沒有認識 對這個生態系的概念 不然我說還是開聽證會嘛 請生態的學者 能不能來做這一些 驗證 OK 那兩位 我們本委會委員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兩位委員發言完速 對 湘玲這邊 然後再生態 好 就這樣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那個 次長有很清楚 強調了 次長認為 G1跟G2 是絕對不會有任何開發的 因為過去的那個 填出來的23公尺 是2003年的 對不對 這是你今天的說法 好 那剛剛這個潘老師提到的 就是萬外延伸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屬於生態系裡面 共同性也不得被破壞 剛剛聽起來說 等一下到現場看 就可以稍微看 但是是看不到外海的 這是事實 所以 到剛剛那個 陳代主任 您談到的這個 各種生物多樣性的這個 漆地 你也沒有講到 外海200公尺以外的部分 那你認為 以剛剛講的 如果做了這個防波堤 加上這個 接收了這個沉香之後 這樣的生態系本身 對於近海的G1 G2 是不是也會有影響 我認為這個連結性 是必須是用科學的資料來處理 但是我想請教 是中油還有台電 當年2003年 那時候的環評環差 環評 對於剛剛的這件事情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先公開 因為到目前為止 大家並不曉得 各環評委員 當時贊成與反對的部分 包不包括工業港 那個200公尺以外的設置 如果當時已經有 但是同意他 那那些人要站出來證明 他並沒有破壞 不然的話 我們會認為 當時的環境 通過這件事情是 有問題 而且肯定要重新審議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跟這個 跟這個 那個 現在其實剛才的討論裡面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確定的 有些東西是 我們可以在座討論的 第一個看起來 確定的事情是 岸上的朝間帶的 G1G2區的部分 剛在這些資訊裡面 看起來 是接下來不會有工程 也不會有新的 這個 田區 在G1G2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事情是確定的 我自己聽起來 接下來有三個東西 是需要釐清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還 就是比方說 也許是這個 朝鮮在往外 好 兩三百公尺以外 甚至因為 現在工業港蓋的是 離海岸 七百公尺的地方 在工業港下面 第一個事情 我就認為 科學上面 第一個先弄清楚 下面是什麼 我覺得這很重要 第一個問題是 弄清楚 工業港的位置 到底下面的 實際狀況是什麼 到底有膠體 沒膠體 是什麼樣的膠體 有沒有沙埋 有沒有生物多樣性 有沒有生態系 如果有生態系 那這個生態系的 這個 互動 食物鏈是什麼狀況 我們把下面是什麼 我們弄清楚 有弄清楚 現況 才有辦法討論 如果在這個地方 要蓋港 那對這個地方的影響是什麼 邏輯上面應該是這樣子 弄清楚現況 才知道影響 我自己認為 這個地方是 最需要 來釐清的事情 今天不同的人 不同的學者 不同的團體 包括政府 包括中油 應該把自己手上 現在針對港區 下面的現況 所有有的資料 科學上的資料 大家都放到桌上來 一併的來做討論 一併的來做釐清 每一個資料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它可以怎麼去解讀 我認為這是第一個事情 先弄清楚現況 第二件事情 才有辦法 在弄知道現況下 才知道 如果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要蓋工業港 那我可能會造成的是什麼 我可能會對特定的物種 也可能會對那個地方的生態系 都有可能不同層次的 那我們就把那個地方給弄清楚 我覺得這是兩個事情 應該要釐清的部分 我認為這個釐清 是應該坐下來談的 我認為要坐下來談 因為這涉及到不同的資料裡面 大家知道它來源是什麼 脈絡是什麼 可以怎麼解讀 這是第一個 跟第二個要釐清的 第三個事情是我認為 還有剛剛一個部分的爭執 是關於在能源轉型 跟能源規劃上面 什麼事情做得到 什麼事情做不到 某一種做法 它的好處代價是什麼 我們都應該要把它放到桌上來 所以我再重新講一次 一個確定的事情是 岸上的G1G2的藻礁 看起來是接下來不會去動到它 這是第一個確認的 第二件事情 是海底下的現況 我們把它弄清楚 弄清楚以後 後面 這個 到底會 如果要在這個地方蓋港 那對它的影響是什麼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是各種的能源規劃 每一個選項 好處是什麼 壞處是什麼 一樣放到桌面上面來談 做得到 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技術上還是什麼原因 還是因為時間上的原因 全部都應該把它攤去 我至少覺得 我剛才聽起來 有這幾個層次的部分 那岸上的部分 當然我知道還有一個部分 大家 我之前看過環保團體的內容 今天如果海上有個構造物 今天水流 沿岸的水流 會不會有一些 這個沿岸流的物理條件 會出現改變 會出現 這個條件的改變 會不會對於岸上產生影響 我認為這些事情 都應該一定的釐清 我這邊大概把我自己 聽到幾個爭議的點 我想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陳主任同不同意 好 我們洪森安委員的意思 就是說 現在有些事情都還沒有弄清楚 工業港下面這些都要弄清楚 那你們現在就開始在蓋港 他說這些都還沒有弄清楚 是不是這樣子 還沒有弄清楚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我再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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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不要 現在 你剛剛意思是還沒弄清楚 你們做過就 地方人家 主席主席 主席就不要解釋他的話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你為什麼不聽我說呢 請說 我再說一次 現在 不同的人 把對於剛才這幾個主題 手上有的資料跟data 就放到桌上來 讓大家知道 是什麼就是什麼 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 不確定就是不確定 不確定的部分 那以後你聽了懂嗎 就是聽了懂有清楚嗎 不清楚 我當然聽清楚 我怕你不清楚而已 清楚啊 所以你覺得有影響嗎 好 這是我剛才說幾個 我覺得要釐清的主題 在釐清這些主題下 我覺得因為他進入到公投的階段 也要讓人民做選擇 謝謝 就是 經濟部要把這些東西弄清楚 相關單位 你看國委員都還聽不清楚了 所以 已經開始在蓋了 好 剩下一位委員 是這個 因為我們 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地有黃士傑委員 雖然他是 他是巧會的時間給他講 好 好 那講完我們就 我做個結論 不然時間快到了 好 三十秒 OK 感謝大家 歡迎大家到我的選區來 現在講有點晚了 不過因為六點就會天黑 所以呢 等一下 我很簡短的 我要呼應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 經濟部 要把我們的能源供應轉型 剛才其實我們的潘老師跟蔡律師 他們也不是 反對要蓋三階 他們也支持 反核 非核家園 以及 減煤的目標 但是經濟部在這邊執行上 到底 這個三階 實層上 幹或不幹 會有什麼影響 我希望經濟部要做一個 清楚完整 而且透明公開的說明 剛才 我們的 剛才 我們 很辛苦的用 新聞資料 還有 這個研究 來評湊出 一些他們認為有質疑的地方 我希望經濟部官方的資料 要透明的 來回應來說明 包含說 原來只有2.5公頃 但是變成11公頃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真點 今天很遺憾 沒有時間 讓經濟部好好來說明 我希望未來 要有個機會 好好來說明 剛剛黃台所提出來的各個問題 包含能源轉型 裡面遇到的困難 三張考卷要怎麼來答題 這個需要全民一起來做決定 那麼好就就這樣子 那希望說我們等一下大家到那邊 請注意安全 也注意藻礁的生態 謝謝 剛剛我們這裡有一個 我們給他三個 到家保替來 他好像有一點建議 我們給他一點時間 那我們的委員 還有我們長官 所有媒體 大家辛苦了 我是本地的大潭嶼里長 那今天吵 吵來吵去 永遠吵不完 環團的意見 也非常棒 明天開始 這樣 大家騎腳踏車 一切事情都圓滿結束 對不對 你們今天有沒有尊重我們大潭嶼 你們要來就來 要把他趕走就趕走 你們用公投的方式 我們情何以堪 我們當初也是從抗議到現在接受 那事實已經成定局了 那你現在又要 攪動我們大潭嶼民的所有心情 來破壞我們的感情 那我們大潭嶼民會怎麼感想呢 你們有沒有替我們想想 委員你們也有責任 你們知道嗎 今天你們當委員最大 我立場很小 我真的 你們委員 不管 我現在跟妳講一下 很多委員都沒得講話 我現在跟妳講 你現在吼 可視也不可能 巴黎也不可能 台中增加藍兵也不可能 那你現在這個你要跑去哪裡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從抗議到接受了 那你現在又要把他趕走掉 那我們大潭嶼民的面子擺在哪裡 那我也希望 所有的人都能仔細想一想 環保跟經濟沒有辦法平衡 那我們的藻家站 民國87年就是 葛污染的時候 就已經造成了非常大的污染 那等一下 我相信你們在座的人 很多都沒有去參觀過藻礁 我希望你們仔細看 上面的生物是怎樣 我也希望終於有經費的話 帶大家去三街 在高雄的 那個永安接受站 去觀察看看 到底是什麼情形 我相信回來 大家一定能接受 這激動的事實 那我也謝謝委員 給我機會 謝謝你 大潭嶼那個 附近那個民調拿出來嘛 對啊 我做個結論我們就出發了 好我們要出發了 我簡單講一下 尊重我們里長 不然很多委員都要發言都沒得發言 那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我當然我們更要尊重這個 這個是公投式人民這個 權利直接民權 我先把今天的會議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因為今天有很多問題也是沒有 還沒有討論完 包括了這個 是不是填台遭地的部分 還有一個很重要 自然地景審議的這個部分 這個中央地方互推皮球 備用電力的部分 到底會不會缺電 還有剛剛這個洪山委員也提出很好 就是說這個沒有搞清楚 是不是要搞清楚對不對 讓大家了解清楚嘛 所以我在這邊那個宣告 就是今天這個 今天的這一個會刊 跟這個座談只是一個開始 那我們下去 這個 因為中間涉及其他委員會 有農委會 有經濟委員會 還有其他這個海委會的部分 有這個內政委員會 那國民黨團這邊也有決議下去 就會其他委員會會針對這個議題 我們繼續討論 那我們這邊也是 其他沒有討論完的 很多委員都沒有機會發言 不好意思 我們我下下禮拜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再排這個時間 然後再邀請各位 來跟我們指導 那這個相關問題 比如說也有人提出說 這個 中央是不是要停工的這些議題 我們下次會繼續來討論 那今天謝謝各位的這個 參與 那 線刊 我們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太陽會下山 所以我們 我們就準備好 今天會議先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那中油這邊報告一下 等一下的考察行程 一定有專車接送 然後那個 一般的媒體 跟其他的大眾 請搭 中油Mark的車子 有 有三台大發 接送大家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時間有限 請大家就是到外面 注意安全 來主席 離開之前 離開之前 我只提醒一件事情 我們立法委員 委員會來這個 桃園 那我們如果質疑中央沒有關係 你剛剛講到說 中央跟桃園市政府 互踢皮球 我這邊要替桃園市政府講話 沒有互踢皮球 人家很盡力 海洋署跟環保署都很肯定 好不好 請各位貴賓平貴賓正 上我們那個 中油公司的大巴 我們團進團出 好